在台北市街民中山站街头出现了推销美容课程的双簧二人组 每到了礼拜三的下午 这些推销员就专找落单的民众 说你的包包鞋子好漂亮哦 哪里买的 等双方聊开了 落单民众卸下了心房 再切入主题 就是询问皮肤的状况 以免费的美容咨询吸引顾客上门 但是有消费者控诉 随便拔个三根粉刺 就要消费者买产品 质疑根本就是剥皮美容 推销员街头唱双簧 男的开话题 女的打枪 专挑落单民众 话题不离包包鞋子 一打一唱 问你哪里买 价格尺寸来源全问过 这时顾客已经卸下心房 两人紧接着 切入重点 画风一转转到皮肤痘痘美容产品上 边聊边告诉你 有个免费美容咨询 就在前方不到50公尺 不知不觉 消费者已经进到店里面 原来介绍那几个那三个 他会在旁边推波住来 就告诉你说 对对我们大家都来这边弄 干嘛的 然后现在你这样的价钱 非常便宜 原来这个价钱可能是五六万块 你现在他这里收你 收你三万五千块而已 每个礼拜三下午 捷运中山站附近 就会出现好几对美容推销员 强调老师一个礼拜一次 免费咨询还做脸 顾客想说试试看 一事才知道上了当 波文批评这种美容经验 很可怕 粉刺才清三颗就开始报价 旁边双簧二人组还负荷 也太便宜了吧 如果不买客程 推销员还会恼羞成怒 雨带威胁 让消费者超傻眼 我们觉得不合理 那回去跟他讲 他就推波就说 这个东西开了 就不能退 但是我这认知是这样子 有点欺骗的心 这些推销员 被网友封为双簧二人组 拉客人有一套 让消费者东买西买 一刷卡就是万元起跳 但买来的产品和客程 不适合 业者说开封过的产品 不能退 让消费者不知不觉 白花冤枉钱 最近新闻薛雪华 吴宜轩台笔 采访报道